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段很长的封建时期 这其中不论汉唐盛世还是晚清悲歌 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进步思想 当然也有值得我们反思摒弃的错误理念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俗语 宁穷死不娶生妻 或者说宁娶寡妇莫娶生妻 那么这话是什么意思 生妻是什么 此话又从何而来 当年这句话为什么普遍被民众所接受并贯彻执行 如今新时代下 这句话是否还同样适用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生妻这个词的来历 有人说这个词来自于文选李灵 但实际上此词虽在文选中却并不是最初的出处 其第一次被提出来还是在著名的达苏武书中 下面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处背景 李灵是汉朝的名将 具体来说是西汉的军事家和诗人 李灵自少卿一辈子没啥战功 唯有一次军事行动经常被人津津乐道 公元前九十九年 李灵接到汉帝的命令 率兵攻打不断袭扰汉朝边境地区的北方匈奴 当时他带领了五千多人 自认为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到了郡基山 也就是今天阿尔泰山脉中断附近地区 被蝉鱼带领的八千精兵打的一个不胜 没办法 自己也被蝉鱼俘虏了 而这件事被汉帝知道了 认为李灵被匈奴蝉鱼所降服 所以就杀了他全家 这一下就让李灵彻底绝望了 当年李灵和苏武为同僚 都是适中 后来苏武出使匈奴的时候 李灵已经得到了蝉鱼的重用 蝉鱼为什么要重用李灵呢 因为他知道苏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所以希望借助此次苏武出使 能够让李灵劝他归降于匈奴 苏武来之后 李灵日夜相伴 好吃好喝伺候着苏武 并且一直在劝降 没想到苏武最终也没有同意 后来 即为不久的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帝界 接回了苏武 回到汉朝之后 苏武依然念及同僚之情 想要让上了一定年纪的李灵回到故乡 回到汉朝 于是在公元前81年 就受命代替汉朝帝写信给李灵 李灵收到信之后并没有同意 并且写了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从文学艺术角度讲 十分有价值 这就是著名的达苏武书 在达苏武书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 丁年奉使 好守而归 老母中堂 生妻去为 此天下所惜闻 古今所谓有也 而生妻一词 第一次出现 就是在这里 本来 生妻的原意是指年轻的妻子 其实是一个中性词 但是后来 传到民间之后 就变了味道 百姓用这个词特指那些 被丈夫修了 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女子 实际上 就是指那些改嫁的女子 大家知道 生妻这个词的含义之后 我们再为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宁穷死 不娶生妻这句话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 就算是因为穷困潦倒而死 也坚决不娶那些离了婚的女子 我们都知道 有另外一句俗语 丑妻是家中宝 其隐身的含义就是 如果男人能够取到一个能力很强 操持家务很好 品行端正的女子为妻 那将会让家庭生活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富裕 如此看来 生妻的可怕性已经超过了死亡 古代的时候 人们的思想有封面腐朽的一面 这其中最被后人所诟病的就是重男轻女 古代的女子地位十分低下 大门不出二门不脉 而且夫为七纲三从四德等思想 已经深入人们的脑海之中 那个时候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 有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为了能够震慑和管理女人 古代民间推出了七条之初 七条好理解 就是七个缘由 而出就是只休妻 如果妻子有 不孝敬公婆 偷东西 出轨 小心眼 背后嚼人舌头 无法生育 长期卧病在床这些问题 丈夫可以利用七条之初的标准 把妻子休了 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 丈夫掌握了妻子的生杀大权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丈夫十分爱妻子 有的时候 即使妻子犯了大错 也依然不舍得将她赶出家门 反过来 如果两个人感情不好 一点小事就可以让男人休了女人 例如 著名的思想家曾子 有一次忙完工作回到家中 在吃饭的时候 她发现妻子这次 蒸的饭有些硬了 于是就十分生气 直接把她赶回了娘家 后来 外人问及此事 她还阵阵有词地说 这点小事都干不好 还能干什么大事呢 又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 被贾连修了 独自带着平儿回娘家 以上都是属于生妻范畴 其实 与生妻属于同一个概念的 还有一个词 那就是妻妻 所谓妻妻就是被自己丈夫 以各种原因或者理由抛弃的女人 这其中的理由千变万化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 丈夫不喜欢妻子 由于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制度 所以男人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女子 如果自己的妻子各方面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就可以找一个由头把她修了 但是往往这样做 有可能得罪娘家人 于是有的男人就干脆一直不回家住 或者不露面 让妻子独守空房 这样一来 娘家人也不好说什么 而自己却可以在外面逍遥快活 第二 被惩罚 长期戍边 如果男人做错事 被官府惩罚 长期戍边 又不让带家属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造成妻子一个长期独居的情况 但是 这种情况有的时候 不是男人主观想要的 第三 长期在外作战 如果男人是士兵或者将军 他有可能会随军队 或者率领军队长期在边疆 或者偏远的地区与敌人作战 由此 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回家 但无论怎样 从客观上讲 上述情况如果发生 妻子的身份都会被认定为妻妻 在古代 妻妻基本上与生妻属于同一个概念范畴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人都会敬而远之 另外 还有一类女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寡妇 寡妇和生妻 妻妻完全不同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寡妇的丈夫已经离世 而民众不会把一家男人去世的责任归咎于女子 如假木 薛姨妈等 所以说 在古代 民众对于妻妻 生妻有着很强的心理芥蒂 大家都普遍认为 如果女子的丈夫依然在世 无论是否修了这名女子 都说明她的品行有问题 所以一般人家的男子是不会找这样的女子成婚的 不娶生妻的最重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 怕被周围的邻居 班上的同事或者自己的朋友所耻笑 第二 因为对方的男人还在世 自己又不了解底细 所以怕惹麻烦 第三 担心女子不守妇道 做出犹辱家门的事 现在听上去 这三条理由十分可笑 但实际上 在当时 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关于第二条 因为当时的政府明确规定 如果丈夫回来了 发现妻子出轨于另一个男人 一旦上告 必会被判大罪 最后可能这个人人才两空 这里 我们还可以为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个例子的对象就是春秋霸主 齐桓公 我们都知道 齐桓公与蔡姬十分相爱 但有一次 因为两个人划船时 蔡姬故意摇晃船体 害得齐桓公差点落水 所以上岸后 就被齐桓公赶回了娘家 回到娘家后 蔡姬越想越生气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被赶回娘家 基本上就相当于被齐桓公修了 所以 他逼蔡侯 为自己寻了另一门亲事 可是没有想到 过了一段时间 齐桓公来找蔡姬 接他回去 却发现蔡姬已经另嫁 于是一场血雨腥风 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然 生气这个词在现如今的社会 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离婚的女人 也不会遭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宁穷死 不娶生气这句话 放到如今 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进步了 一方面 在法律层面 国家赋予了女人平等的地位 其中婚姻自由 就是重要的一条权利 另一方面 民间也没有人 对离婚这件事 持有偏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